因為最近不是疫情很嚴重嗎 但其實陪病的人都要擦鼻孔 我妹妹就 因為她那時候兩天要擦也是吧 反正就是擦到流鼻血 我那時候就覺得好心疼 唐玲切除子宮卵巢手現身 類俗妹妹暴血陪進醫院 因為其實會得胃癌 不是說 不是說你有基因就會得胃癌 或者是你的 優美感菌就會得胃癌 還是說你暴飲暴食就會得胃癌 還是抽菸就會得胃癌 其實都不一定的 可是我就剛剛好什麼都有 八點檔女星唐玲 2019年罹患胃癌 歷經八次化療 沒想到今年 又發現卵巢一側異常腫大 18號她在臉書透露 以聽從醫生的建議 摘除子宮及卵巢 我的人生正式開始倒數了 誰的人生不是在倒數啊 那我現在就是要 步入這個老年 其實真的知道你幾個年限 對啊 好尷尬 在羅哥前面要講這個 好不好 就是 我老婆好 喔好 那我剛跟你說 就是女性的更年期來的時候呢 會有這個 頭暈啊 心計啊 冒汗啊 然後會燥熱啊 失眠多夢等等 會有這些症狀 她皮膚會非常的乾燥 但是脾氣好像聽說會不一樣 會變好了 變不好 欸我很奇怪 我變好欸 變好了 對 因為我的更年期現象是 很誇張 就是 就是開完刀我還在肚子還在痛喔 就是還剛醒來 我馬上就有那個 就是那個燥熱啊 然後心計 砰砰砰砰砰 然後呢 醫生就為了要 治療這個更年期的 不舒服的現象 他就開了荷爾蒙給我 那其實 因為如果 如果長期的服用荷爾蒙 是會有 得到 癌症的風險 就是乳癌 所以我現在就 又要開始先去做這個 乳房的超音波 跟要去做乳房攝影 你上去院有沒有照顧 欸 因為我一直都是還蠻獨立的 然後我的爸爸也過世了 然後我繼母也過世了 可是我在住院的時候 我妹妹 因為最近不是疫情很嚴重嗎 但其實陪病的人都要 擦鼻孔 我妹妹就 因為那時候兩天要擦一次是吧 反正就是擦到流鼻血 我那時候就覺得好心疼 因為如果你得癌症的話 不是自己一個人在受苦 可能照顧的人都 都要被牽累 因此保護自己的身體健康 他真的很重要 能問一下 你問因為最近 圈內的一些人們 陸續有被告出疫情 自己會不會擔心 不會啊 我會啊 因為我平常都很小心 而且我是很早就打完三劑的 我打完第一劑AZ 我的反應就很大 然後後面就是 又檢查異常 又開到又blahblah 然後所以身體狀況 還沒有回到非常穩定的時候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趕快 就要把疫苗打氣 讓他掉下去 因此我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如果確診的話 沒有醫生敢碰 你放心 沒有在做好事 老天有在看